正如同我讲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究竟要走马英雄的路线 还是国民党的路线 你们要帮侯友宜考虑清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究竟是代表他个人 还是代表国民党 我在4月13号 跟国民党的一个党务主管 因为一到上节目 也上完节目以后就喝了一杯咖啡 我们就好好的聊聊 我是直接了让跟他讲 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国民党必须要注意 我说他所谓的两岸论述 究竟是代表国民党 还是代表候选人个人 我说你们这个中间的界限 是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个人的话 那就是走马英九的路线 如果代表党的话 那党对九二共识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说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是希望他们慎重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内部对于九二共识 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有分歧 这也是马英九非常急的原因 就我所知 马英九4月24号要到希腊去 4月26号他发表演讲 他发表演讲大概是两个重点 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无可兰 因为这个是举世注目的问题 我相信马英九心中自有一把尺 那第二个 马英九可能接德尔菲论坛 好 对于九二共识 进行欧洲推销活动 我的看法 其实是非常简单 事实上 马英九讲的九二共识 也光是中国大陆跟台湾 已经争执不休了 他应该把这个九二共识 真正的精神 或者是原来的意志 向国际间去推销 所谓向国际间推销 是让大家了解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究竟是不是一个票房毒药 我还是认为 过去民进党把九二共识污名化 那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对于所谓的九二共识 他们搞不清楚 我很多美国朋友 问他们什么叫做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结果他们都跟我谈 谈九二共识的很多种说法 但是各位晓不晓得 他们都不去看原文 也只看中文版 但是中文版写的 没有英文版的用语用字 来得精确 所以我就跟我美国的朋友讲 我说九二共识两岸之所以强调 他有一个前提是 未来谋求统一 我说他这个前提下面 才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跟台湾 他的宪法第一条 就是这样 那换句话说 侯友谊他要论述九二共识 究竟走马英九的路线 还是国民党会有新的论述给他 现在大概还在磋商之中 但是问题说回来 九二共识 坦白说在台湾是票房毒药 因为他被污名化 那所谓污名化 就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 蔡英文经过了仔细思考 所提出来一个口号 正如同这种口号是 大家一听就懂 不像马英九讲的九二共识 我问十个人 大概听懂的只有一两个 那换句话说 九二共识的宣传够不够 的确是不够 那再回过头来说 国民党既要征召侯友谊的话 他一个是两岸论述 一个是经济论述 这个是2024大选过程当中 必然要提到的重点 那就侯友谊 现在的班底你来看的话 都实不足以承担 所谓的论述的能力 必须要借重国民党 所以我就跟那个党务主管 我就讲 我说国民党 我很佩服他的一点 就是可以把很简单的事情 完全复杂化 就是说搞到最后 大家都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讲些什么 你想要解决什么 我说这个是国民党最大的弊病 那他叫我举例 我说既然征召侯友谊的话 那其他的问题自然消散 但是我说你有没有发觉 第一阶段是侯友谊 那第二阶段又是郭台铭 你第三阶段又是柯文哲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 我说一个选举你可以搞到三个阶段 我说打仗这种原因是越简单越好 下达命令越清楚越好 不能模拟两可 不能说哦 这个可以 那个也不错 我再采取折中安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其实对国民党是完全 没有任何的包袱 所以我说我们看看问题 是反而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为什么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你理解到 现在县市或者是现实政治的发展 你国民党在大选中究竟想赢 还是想要选输 我们没有利害关系 所以不会考虑那么多 我就特别举例 我说2022 我为什么每一个县市 我都判断的对 比你国民党还要精准 那为什么三次的补选 我也看得比你精准 我就是没有包袱 但是现在你国民党内部 既然整合出一个侯友宜的话 我说你们要妥善处理 郭台铭的问题 我说处理的方式不怪乎两种 第一个 郭台铭跟侯友宜配 我说第二个 配完了自然非力联盟 就有戏差 如果还是不配的话 那就是找完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可以不用考虑 正如同我讲 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究竟要走马英雄的路线 还是国民党的路线 你们要帮侯友宜考虑清楚 优优独播室 优独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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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